我今早过来的时候 我发觉我突然需要一个车 尤其是我一会儿要回将军澳开执事会 我更加需要一辆车 其实不是车 可能需要直升机 不过我还需要一条船 但是你给一条船 我没有船牌 你没有给那些两个奖 那些我就有牌子搞不定 开心和大家一起敬拜 我也是一个报道会牧师来的 我是报道会活传堂的 以前的主任牧师 跟恩福堂很近的 在长沙环那边 那么开心和播道会的电影节目一起 是很难得的机会 尤其是来到元朗 我发觉这两个星期都是元朗的 我下个星期又去元朗港道 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排发 其实我自己也 那很好的地方 为大家感恩 这个真是有好处的地方 我再次要说 这个真是有好处的地方 我很相信上帝会用教会 你们在这里来祝福更多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在创世的二十八章 如果你有圣经词打开 不然可以看POWERPOINT都可以的 不过我现在出去讲到 都发觉越来越少那种 揭圣经的声音了 大本圣经 弟兄姊妹 是好的 就算我用IPAD 用电话 我当然坚持大本圣经的 不然没有人买圣经 就倒闭了 大本圣经出街是好的 有时看 我喜欢大本大的 不过今天大本小 因为环游港岛 所以不要那么重 二十八章第十至二十二节 雅各出了别士巴 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滲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浸在头下 在那里躺我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 我是耶和华里亚 你祖亚巴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讨我之地 刺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必向东西南不开展 地上万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承传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谁醒了说 要说真在者 我竟不知道 就具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浸的石头 立作柱子 销游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八特里 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老师 雅各 语言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 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受分之一献给你 我们祈祷 上帝求你给我们 智慧的心 能够去明白 上帝你的话语 也都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领受你给我们的提醒 更加给我们一份信心 好好地听见 上帝你今天 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祷告奉靠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创世纪里面 雅各的故事 大概我们不会很陌生的 你应该都听过很多次的了 这段经文记载着 雅各在八特利 遇见上帝的一个经历 要明白这段圣经 我们不仅仅看这段圣经这么简单 我们还要看一个上文 来到去了解 小小的背景 请大家打开 如果你有圣经 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五节 二十七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五节 以掃因他父亲耿雅各 祝日福就怨恨雅各 心里说 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 到那时候 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伯家大儿子 以掃的话 告诉利伯家 他就打发人去 翘了他小儿子雅各来 对他说 你哥哥以掃想要杀你 报仇说恨 现在我言 你要听我的话 起来逃往哈兰 我哥哥拉班那里去 同他住些日子 值得你哥哥的怒气消了 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 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 我便打发人去把你 从哪里带回来 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 这一段圣经记载着 当以掃知道雅各 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之后 以掃就很生气了 生气到怎么样呢 生气到圣经记载 因为他声言要在父亲以撒居丧的日子 要杀死这个弟弟 要杀死雅各 刘森这个 不是 不是以掃一刻的冲动 是他真的生气得很紧 以致他要这样做 他要这样做 于是我们很熟悉这个家庭的了 那个偏心于雅各的母亲李伯家 就急忙走去跟雅各说 快点走 不要留在这里 避一避风头 不要正面冲突 何况你知道以掃最喜欢是做什么 打猎的 是吧 一会当你猎物那样射杀的话 那怎么办呢 是吧 有了弓箭 快点走 避避风头 还有就算你跟哥哥打都无谓的 因为不是两兄弟打这么简单 而是你正在输的 是吧 你正在输的 所以快点走 去到哈南 投靠父亲拉班 等到你哥哥怒气烧了 你才回来吧 特性节目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雅各就开始了他二十年 头头尾尾二十年 离乡别井 流离飘泊 甚至乎是寄人离下的生活 对雅各的认识 除了他是一个欺骗者 他是欺骗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之外 我不知道你对他还有什么印象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如果你稍微看一看圣经 创世纪二十五章 第二十七节就记载 雅各是一个怎样的人 为人安静 常住在帐篷里面 如果我们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就更直接一些 现代中文译本译做 雅各好正 常常留在家里面 即是怎样的人 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 责男 有些弟兄姊妹 有些妈妈可能 特别就清楚了 责男 你家里有没有的 有没有一个责男 不喜欢出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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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出街的事情 对不对 你叫你家里的责男 下去帮你买一支 豉油 容易吗 搞很久 两个小时 打完航机才下去 都还没得到去买 算了 不要叫他了 都是 叫老公帮你买了 是吧 谁知道老公要搞三个小时 都不能下去的 然后生气 都是自己去买了 是吧 所以对雅各来说 他要走 要逃亡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事情 那你就会明白 弟兄姊妹 你也会明白 创世纪二十八章 第十节的那一句 雅各出了别是吧 向哈兰走去 这一句句子 这句说话 不仅仅是一个很简单的罪述 事实上 离去正如刚才所说 一点都不容易的 是的 雅各确实已经领受了 从父亲而来的祝福 他好像得到了一切 是吧 但是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乐方逃命 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人如其名 你记得以素怎么骂他 不记得 他第二次骗我 他第二次骗我 难怪他的名字叫做雅各 是吗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明星 你知道 不是一个很好的明星 二十八章的第十一节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浸在头下 浸在头下 在那里躺我 按照雅各当时的状况 他的状态 你又要想了 这一个晚上 这一个晚上 雅各他躺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上面 浸在一块冷冰冰 硬挖挖的石头上面 你想想对雅各来说容易吗 容易吗 你满怀心事的时候 浸在你家里的海马牌的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现在还轻不轻 浸在你那个很舒服的枕头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都不是很舒服的 是吗 都不是很舒服 很多事情想的 分不了教的 不容易的 浸在一块这样的石头 在一个不知哪里的地方 那里 望着天空 雅各 或者他可以怨恨 他可以怨恨他的妈 尼伯家 是他 是他怂恿我 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摆布 以致我搞到现在的田地 是吗 又或者 又或者雅各可以埋怨他的兄长以素 这么不念兄弟的情 的 用不需要为了爸爸的一个祝福 现在要杀我 杀弟弟 是吗 古代 那些 如果你读中国历史 我以前读中史 你就知道的了 杀弟弟为了什么 做皇帝 为了一个祝福要杀弟弟 用不需要这么严重 甚至乎 甚至乎雅各 他可以埋怨爸爸 以杀 为什么要吃的 为了吃的 吃的 也有这么糊涂的 还有作为父亲的竟然摆平不了家里面 这些的恩怨情手 你怎么做爸爸的 你有没有问过你家里的那个爸爸 或者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怎么做爸爸 你怎么做爸爸的 这样也摆平不了 是不是 甚至乎 雅各他可以不埋怨父母 不埋怨兄长 甚至乎雅各他可以在这个夜难人静 孤苦无依的晚上 他可以自怨自艾 他可以懊悔是我自己行叉踏错 以至换来的是当下这一刻招不保值 是不是 等下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当圣经说 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浸在头下 在那里躺我碎了的时候 雅各他应该是很没精神 多么没精打彩的 他应该是很垂头丧气的 没有乖乎 没有乖乎 圣经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里是哪里 圣经就只是记载 这里是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那个头哒哒的雅各来说 很可能其实他连自己都困在他当下的处境里面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 你有没有试过想到自己走到哪里都不知道 我早前乘坐地铁在何文田 想着回中环 我就是了 一路很多东西在老海里面搞不定 想不定 看到车就上了 谁知道一落车上了地铁 他就立即在闪门 他又冲进去 见他就闪了 然后回到何文田 接着又兜了一个大圈 你知道何文田那里其实很烦的 又兜了一个大圈 你有没有试过 你有没有试过 当你老海里面想到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走着都不知道走到哪里 创世记 这里的记载很特别 藉着一个无名字的地方 藉着一块冷冰冰 硬挖挖的石头 圣经的作者要我们去体会 去感受一下 雅各当时候离开家园 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创世记二十八章的记载 其实再读下去也很特别的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在雅各腿腿地的时候 他就发了一个梦 现代中文译本 他梦见一个梯子 从地上通到天上 梯子上有神的使者 上下往来 这一节圣经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第一 圣经的作者首先记载 这个梯子是从地通到天上的 救药学者就告诉我们 是代表着上帝的使者 一直都是地上的 并且上帝的使者 是会将人的需要 带到上帝的面前 很重要的 这一件事 第二 除了这样之外 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 上帝的使者 是会下来的 他不是把你的需要 带到上帝面前之后 他就收了工 不是 他会下来的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他会将上帝的帮助带给人 这个就是 站在梯子 这些神的使者 他们要做的事情 不过 《创世纪》这里的记载 很不同 不同的是什么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圣经说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 不是 不是使者 上去走来 不是 是谁 是上帝 是上帝自己 亲自 站在梯子上面 来向雅各说话 所以今次 雅各的经历 是非同小可的 你再读下去 上帝在梯子上面 向雅各的说话 你再看真些 上帝在第十三 第十四节里面 对雅各的应许 你读一下 其实不是新的 第十三 第十四节 上帝跟雅各说 我是耶和华 你祖亚巴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 所讨我之地 刺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必向东西南不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这两节圣经熟不熟 第二节 很熟 但你不太知道在哪里出现 创世纪的上文 耶和华 上帝一直以来 对亚巴拉罕的应许 就是这个 是吧 这个是一直以来 上帝对亚巴拉罕的应许 所以 在第十三、第十四节里面 上帝其实只是重复着 他之前 向亚巴拉罕的应许 内容是什么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兄姊妹 你要想想 我们有时候读圣经 真的要慢慢去咀嚼 慢慢想 不然 我们很快过去 我们会失去很多事情 你想想 当上帝站在梯子上的这一刻 当雅角垂头丧气的时候 上帝呢 他却赤字不提雅角 一直以来做错了多少事 上帝没有骂过雅角 上帝在梯子上 也没有谴责过雅角 是吧 也没有 并且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为什么说道道 为什么这么香 在外面煮饭 好像在炆菜 这么香 第十五节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令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可能我们又对于这些金句 习惯了 我们没有什么感觉 你又要停一停想想想 对于这一刻 在被放逐 在孤苦无依 在巨怕和迷惘之中的雅角来说 上帝在第十五节的应许是否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雅角其实 他很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这个列祖的上帝 同样都是他的上帝 他困住在自己的难处 那种的离开 那种的逃亡 困住在自己过去 所做过种种的事情里面 他忘记了 他忘记了上帝是他的上帝 甚至乎他所挣扎的是什么 他所挣扎的是 到底上帝 还会不会帮我的 到底上帝 还会不会帮我 我错完又错 上帝还看见我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无乖乎 无乖乎 与其说雅角睡醒了 不如说雅角 是从梦中惊醒 他扎醒了 他突然间醒醒 他突然间醒醒醒 发觉原来上帝不是 不是那位 只是住在家乡的上帝 他就逃亡了 上帝不是留在家乡 不管他 上帝也不是那位 对他置之不理的上帝 希伯来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 第十六节里面 雅角说 耶和华真在者里 我竟不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 将焦点放在耶和华 真在者里 不过希伯来文 这个我字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圣经 在原文的圣经里面 那个我字 是一个很强烈表达的代名词 希伯来文有很多种 不同的表达代名词 这是一个很强烈表达的代名词 是什么意思 雅角说 耶和华真在者里 我竟然不知道 我竟然不知道 你明白吧 突然间醒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 雅角他想都没有想过 上帝 他会在这个渺无人烟的地方 你都向他显现 雅角想都没有想过 他这个窝里单刀的人 上帝会向他显现 雅角想都没有想过 他在绝处的时候 原来上帝是在那里的 你说上帝是在的 一向都是在的 是不是 以马内利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怎么会不在 雅角为什么你会不知道 是不是 你记得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句经文 不是耶稣说的 是谁说的 你不记得的了 多数你都是在福音书 看到这句话 诗篇22篇 大卫的说话 大卫逃避压沙龙的追杀 大卫向上帝呼求 我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 上帝为什么我看不见你的 上帝不是说会带领我的吗 为什么我看不见你的上帝 所以这句说话 传众千古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不仅仅是因为耶稣说过 而是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 挣扎 困难 甚至黑暗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说过 是不是 我神 我神 为什么 离弃我 雅角一样 他不知道 他从来不知道耶和华在这里 今天他见到 上帝和他说话 听见他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 一个 不知道的地方 一块 冷冰冰 硬挂挂挂的石头 弟兄姊妹 上帝 就在那里出现 上帝就在那里出现 上帝不仅仅是在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他会和我们在一起 上帝不仅仅是在我们开心快乐 哈利路亚的时候 对 上帝就在那里了 那是不重要的 不应该说不重要 不过 上帝告诉我们 在你最孤独的时候 在你最孤单的时候 其实他都在那里 其实他都在那里 雅各他想都没有想过 上帝会出现 很多时候我们和雅各一样 甚至乎我们和大卫都一样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是不是 弟兄姊妹 当雅各面对着生平里面最痛苦 也是最大的危机的时候 上帝和他同在 过去很久了 过去很久的日子 雅各是透过父母认识上帝 但这次呢 是他第一次和上帝亲密的相遇 在巴特利这个地方 不是 不是巴特利 其实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他遇见了上帝 他确认上帝在那里 二十八章第二十节的上半节 雅各许圆 他说上帝对亚伯拉罕 在第十三、第十四节里面的应许 不是不重要 不是 不过 我当下的这一刻 能够继续向前走 能够走得到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你告诉我 你应许有多少多少的恩典 是 但是 但是 现在这一步 我能够走得到才是最重要 现在这一步 我能够继续走 我才是最重要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兄姐妹 又想想 在我们 信耶稣的日子里面 我们有没有 一个曾经和上帝相遇过的 一个巴特利 太美化了 巴特利 这个地方 是吧 我们有没有曾经和上帝相遇过的 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那是一个 我们以为上帝不会在的地方 那是我们甚至 是我们已经认为 上帝你不在的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大概我们不一定像雅各那样的 我们不一定像雅各那样 有一个这么特殊的经历 不过 弟兄姐妹 只有 当我们都能够确认 有信心地宣告 耶和华真在者里的时候 那就哪里都是巴特利 那就哪里都是巴特利 那我们才能够有盼望 有力量继续走 如果不是 我们走不了 是吧 我们走不了 当人生面对难处 危机 黑暗的时候 我们就忘记上帝在这里的话 我们走不了下去 我们走不了 我们看到两节圣经 二十九章 第一第二节 雅各 《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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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简单 《起行》 《起行》 是在表达一种轻散、坚定、有信心的起行 换句话说 雅各的起行是他很坚定、很有信心、很轻散的起行 你明白吗? 并且,第二节的石头 上帝正正透过井口上的这块大的石头 要提醒雅各 当日是他在巴特利纳石遗迹的 不仅仅是他的上望更加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会给力量他继续向前走 不要以为见不到上帝 不要以为看不见上帝,上帝就不在 见到石头 你就知道上帝一直在 同一个道理 弟兄姊妹 想起我们成长的历程 我们信耶稣的历程 我们就知道 就算当下这一刻 我们在那个无名字的地方 浸在冷冰冰冰的石头上也好 我们仍然确认上帝在这里 是不是? 当大卫说我的神 我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 他看不见上帝在这里带着他 上帝你豈不是说你会带领我们的吗?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经常说的 上帝你说过带领我 为什么我不见你带领我的 是不是? 你不记得诗篇二十二篇 但你都一定记得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 你懂背吗? 耶和华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经历了压沙龙的追杀 平定了下来之后 大卫的诗篇 有什么重要? 不是 不是经历了危难之后 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目者 这么简单 你记得大卫做什么吗? 牧羊人是什么? 是什么令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 用牧羊人来比喻耶和华上帝 因为大卫很知道 经历二十二篇 他好像见不到上帝带领的时候 他终于知道 对啊 上帝不是 原来不是这样带领着我们的在前面 为什么? 牧羊人是怎么牧羊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吧? 对啊 我们没什么机会牧羊的 你去纽西兰就试一下吧 看看吧 不过也不是我们牧羊人 都是牧羊狗而已 车 对啊 大卫很知道 牧羊人从来不会在羊群前面 对吗? 牧羊人如果在羊群前面 那会怎么样? 那羊都掉下去山坡 都不知道 被人收拾回去做羊腩包 都不知道 是吗? 牧羊在前面 什么都看不见 那羊在后面 是吗? 要回头看 是不是? 大卫很知道 对啊 当他在呼唤 我神 我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 他好像看不到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好像看不到上帝在这里 但诗篇23篇 大卫终于明白 他终于明白 上帝不会 那么简单 在前面被我们见到 然后跟着他走的 因为 上帝就如同牧羊人一样 在羊群的后方 看守羊群 是吗? 看守羊群 在羊群的后方 当见到有羊群走失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拿着牧羊人的棒 将走失的羊 圈回来 是不是? 在前面怎么圈? 大卫很明白这个道理 很明白 所以 看诗篇23篇 你应该看诗篇22篇 大卫很明白 他好像在危难里面 看不到上帝 但原来上帝一直以来 都是在后面保护着他 他都知道 弟兄姊妹 是同一个道理 我们好像看不到上帝 因为 当我们去到一个无名字的地方 好像雅各那样 浸在一块 冷冰冰眼挖挖的石头上 我们仿佛都看不到上帝 上帝 为什么你不在 但雅各说 原来上帝在 大卫都说 其实上帝一直在看着 上帝一直在保护着我们 上帝一直看顾着我们 所以 我们不需要怕 不需要怕 哪怕好像雅各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都不需要担心 上帝仍然在 耶和说 真在 债 这个 这个 不是一个带着疑惑的法文 上帝真的在 不是 这个更加不是雅各一个无奈的呼召 上帝求你在 不是 这个是一个雅各 凭着信心的宣告 上帝真的在 上帝真的在 弟兄姊妹 来吧 你有没有 这样的信心 去确认 上帝在你 那个不知道的地方里面 你有没有信心 今天你所处的环境 上帝仍然在那里 不是你成功的时候 由上帝才在那里 是你失落 是你孤单 是你迷惘 是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上帝都在那里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过去 几个月 香港 在很困难的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想这个不需要 盖住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过去几个月 我们整个城市 就好像雅各 那样 走了进去 一个不知道的地方里面 我们里面所有的人都浸了在一块 就是这样冷冰冰 硬挖挖的石头上面 我们大家都看着天空 我们都问 我们怎么走下去 我们都问 上帝你还在吗 在那里 是 我们信主的日子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早就和我们打底了 光照在黑暗里面 黑暗不接受光 是吗 我们读圣经一直都知道 黑暗是很巨大的 黑暗的权柄在地上 是很巨大 很压倒性的 是吗 我们一直都知道 对不对 不过 几十年的日子 我们是知道 黑暗的巨大 但我们仿佛 没有经历过 在黑暗里面 那种的恐惧 对不对 我们脑袋里面知道 圣经一早和我们说 黑暗是很强的 黑暗是很强的 我们知道 我们读圣经读了很久 但这几个月 是我们亲身 卷了进去 仿佛 卷了进去 这个黑暗的里面 我们经历很多恐惧 我们经历很多迷惘 我们经历很多疑问 甚至我们 都问 我们这个城市 如何继续走下去 不是只是我们一群基督徒 我们不可以 不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怎么可以 被几块围板围住 我们就自己在里面 哈利路亚呢 是不是 我们出去的时候 不是一样 在那个无名字的地方里面 是不是 我们都在问上帝 到底我们怎么走下去 我们不是好像雅各那样 我们不是因为做错事 所以要跌入一个这样的船窝 不是 却是我们第一身经历黑暗 经历不公义 经历着 体见着 很多邪恶的事的发生 是不是 雅各说 耶和说 真在者里 我竟不知道 这句不会仅仅只是 一句对基督徒讲的说话 是不是 这句是对上帝所创造的大地 里面每一个人的说话 只不过 不是每个人认识这个上帝 对不对 弟兄姊妹 的确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过去 我们还没看到 什么时候会过去 不过 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 耶和说 真在者里的时候 我们又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什么 是啊 哪怕地上黑暗的权柄的压倒性的巨大 但是 这个创造的主 他仍然是 这个地上的主宰 他会保护这个地方 并且 他会看见一切不公义的事情 并且 他会惩罚一切不公义的人 更甚的是什么 他会看顾 软弱的 走在 异路里面的人 对不对 求上帝帮我们 借着 雅各 小小的经历 八特利里面经历 让我们一起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信心 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信心和勇气 才可以继续走下去 如果不是 我们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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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预备了一首诗歌 跟大家一起唱 我想请敬拜队 帮我 请诗琴帮我来弹一次 这首诗歌 谁曾应许你应该会唱的 是吧 我们很熟悉的诗歌 不过我很想 诗琴弹的时候 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 我们去听一节的音乐 然后我们唱一次这首诗歌 接着我们会有一些祈祷 我说不会唱歌 诗歌 我能够起唱歌 诗歌 你也乱付摇 谁曾应许一生都不会撇下我们 我相信这个不重要是对基督徒 这个是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世界的一个应许 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谁曾应许一生不撇下我 每段扎路谁陪我去走过 谁还命我与青草天静传唐我 风俗人为比海沙更多 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 就也愿有连头发也数过 谁还以外去走心里具怕怯落 那句路途卷动着船舶 因你是我主我被懒疏 我吞牌和诗歌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帮助 来吧用信心赞颂我高歌 你永在我身谷 你永在我身谷 为你又永生江河 谁你也爱不已靠别过 我请思琴继续弹我们祈祷 我们会有两个祈祷的 第一个祈祷 为我们自己祈祷 鼎姐妹你今天 站在一个怎样的地方 会不会都是一个这样 不知道的地方 我不是那个地方没有明智 只是因为你跌了下去迷茫 挣扎的里面 你好像看不见那个地方 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也不是那个地方没有上帝在 只不过是你 仿佛再没有一份这样的信心 上帝会跟你在一起 鼎姐妹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我给大家小时间去祈祷 为你心灵里面的这个地方去祷告 求上帝让你知道 他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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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第二个祈祷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圣事祈祷 祈祷 我们都去了一个 不知道的地方里面 我们一起 浸在一块冷冰冰 眼眶眶眶的石头上面 我们仿佛看不见上帝 我们只看到黑暗的巨大 我们祈祷 求上帝 让我们确认他在这里 求上帝给我们一份信心 他看见这一切 他不单止看见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事情 他甚至看见一切 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事情 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祈祷 按着你心中的感动 为这个城市祈祷 让我们能够一起 努力走下去 如同色日雅角的起行一样 我们是坚定的 我们有信心 这样继续向前走 感谢观看 牧巨大 求上帝听我们祈祷 求上帝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 求上帝听我们的呼求 让我们起立一起再唱这首诗歌 谁曾应许 人天看顾着我 早夜眷有 连头发也数过 谁还以爱 他走心里居怕怯露 那句路途捐动着船窝 因为你是我主 我被拦锁 我藤牌和诗歌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不看错 来拜用信心赞颂我高歌 你永在我身边 你永在我身边 赞颂我身边 你永在我身边 你永在我身边 为你留永身江河 随你以爱 不以靠别过 我究竟算什么 我究竟算什么 神你卿这本顾念我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上帝你眷顾我们 上帝当我们 今天一起 走入了这个 不知道的地方的时候 多谢你 你提醒我们 你还在那里 并且你一直在那里 不会因为黑暗的巨大 不是因为黑暗的压倒 以至上帝你缺席 却是上帝你提醒我们 你是世界的主 你会体见 你会知道这一切 求你给我们有信心 如同雅各一样 我们能够轻散 我们能够坚定地起行 继续向前行 哪怕是一个不知道的路途 但我们只要确认 上帝你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走下去 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 求你听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祷告 按你的心意 来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也施恩祝福我们这个城市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 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